很小爱啊 500 人们都在拼转型 联合报去拼这件事情 我对于他这么的眼光放得这么远 好文青对不对 你看我真的很感动 而且三月也是一个转捩点 三月也是一个转捩点 比如说有些人的新计划 跟新人生就要展开 我就做了一个新计划 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个人就忽然间想把我过去 一直在做很routine的 直播餐桌 也许考虑停下来 因为我开始觉得无趣了 那如果他了无新意 我就会觉得我想花时间做 我想把时间留给更有趣的事情 可以更讲一些我心里的话 我想讲的 有同学说不要关直播 不会不会 我直播还是会继续啊 像这样的直播不是很好吗 就是我一个人跟大家讲话嘛 我发现我一个人讲话人比较多 在我们的政府 摩羯座跟水瓶座 我们做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交接 把它交接过去 台湾这次会成为自由生 就是因为我们的资讯都非常透明 好好的运用了网路的力量 危机就是转机嘛 有的人就会觉得 啊水星顺行啊 希望正义赶快来 我等着星象变化 然后世界改变 我就会改变 不 你的转型要你自己去争取 要你自己去努力 我跟那个联合报的老朋友碰面了 他就告诉我他们联合报哦 各位 这是一个已经70岁的报刊杂志 就是他们要做一个叫500集的东西 500集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是你看 你看过报纸长这样的吗 你没看过吧 这是报纸耶 它会夹在他们的主要报纸里面送给大家 这是免费的 这是免费的 然后他要走文青路线 那为什么叫500集呢 因为他要 比如说每一篇文章不要超过500字 是不是很现代感 以及他们会做500次 500天啦 他们做这个尝试要做500天 然后他又每个月发送两次 所以500天等于会发 会做出35集 所以你买报纸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500集的刊物 他大概就是这么一大张 这样子 这样子 就这样 这是他们的尝试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封面 然后会有三页的内容 一二三都是内容 然后封面呢都是找台湾的插画家来划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他扶持了插画家 然后而且第二他非常有主题 比如说这一次第一次的主题是女力发挥 很美对不对 然后这一张是第一集的时候也先给大家 所以你第一集会有两张 你看 只敢青年改造时代 他就是要跟年轻人对话 你知道吗 大家都看衰报纸 我觉得联合报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我好感动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他们的第一个插画 他用一种很抽象的方式把五百展现出来 我不晓得联合报做这个事情花了多少钱 但是他想发挥的我觉得就是一个 纸媒想做的文化的影响力 然后他愿意投注 然后他愿意跟新生代对话 他有什么短期的利益我不觉得 但我对于他这么的眼光放得这么远 好文青对不对 你看我真的很感动 我其实觉得这种尝试 我们不能让他埋没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那如果你拿不到报纸 他好像也会把内容PO到网路上 你明天就去买联合报 他就夹在里面 那第二个你也可以去所有文青会出现的地方 我不懂给 aos 10元收藏五百集 让房间跟老师背后 一样用器废 嗯 哼 嗚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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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感谢观看